Hello 大家好 这节课呢我来给大家讲 MUI项目实讯 社交APP的设计 首先我来介绍一下 我们接下来将去进行实讯的一个项目 大概是什么样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三个手机屏幕里面 最左边这个引导页呢 我们的这个APP名字叫HiChat 我们这个HiChat呢是有点类似于默默 或者说那个手机QQ这样的一个基于我们附近位置定位的 然后发现别人 然后跟别人产生互动社交的这样的一个APP 从我们这个颜色来看呢 其实我们是有设计成一种想要非常的Hi 然后有一种大家一起玩的这么一个感觉的一个APP 那所以它颜色用的时候呢 也是跟微信这样的比较成熟的APP是不一样的 我们这个应用呢其实可能强调的是一种比较新鲜 然后比较活跃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那接下来呢会跟大家去讲一下 我们平常在公司工作的时候 大概一个APP设计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项目流程 讲完项目流程之后呢 会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后面课程 会去怎么样去完成这样的一个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一个设计 首先进入到我们APP UI的项目流程的这个部分 我们现在这边有六个点 那我们一次把六个点都讲一下 首先我们在公司的时候呢通常会有一个项目会来去讲一下我们接下来这个项目要往什么样的方面去发展 那如果是一个新的项目你就会讲我们这个项目要承载的什么样的目的 要做一个什么样的APP 我们要是要去干掉微信还是干掉支付宝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口号 那但是也有可能是我们现在看到这样一个老板在上面说啊我们接下来一定要做一个非常牛逼的一个应用啊 大家知道牛逼就好了对对对 然后好我们就去做一个牛逼的应用 然后说完这些口号之后呢产品经理就会去写很多产品文档 然后通常给到设计师呢是一些需求文档 就可能我们想象中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非常的干净清晰明了 主资关系也很清楚 但是事实上现实生活中呢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况是非常少的 我们通常都是看到这样的一个产品原型 那这种产品原型它的主资关系各方面就很差了 那这就需要我们设计师在设计的时候呢发挥自己的专业的能力 把主资关系安排好尽量的去符合用户体验的需求 我们拿到产品需求文档之后 就要开始我们的一些概念稿的设计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这款HiChat的一个概念设计 那这个时候就是大家在未来的工作中 概念稿这个部分呢可能要多发挥一些自己的创意 可能不是一稿就结束了 可能会有一稿两稿三稿 那不同的想法不同的idea 然后尽量呢做出一些令人眼前一亮的一些设计 这样的话呢就是对我们来讲是工作当中最有产出价值的一个部分 那概念稿设计完之后呢我们就会进入到意见反馈和调整的这个阶段 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收到来自于各方面的 比如说你的老板boss你的产品的同事 然后甚至有可能是运营部门的 甚至也有可能某些比如说活跃的公司 像我们现在所在的公司 那可能我们的开发也会过来提一些意见 比如说你这个是不是设计出来很难开发啊等等 那这些呢我们在听到别人意见的这种 时候呢可能需要多想一想别人站的立场是什么样的 那如果有合适的地方呢可能我们就要反过来 对我们自己的设计稿进行一些调整和优化 那这些意见的收集之后 我们就要进行我们方案搞的不断的推敲和调整 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有来自于你的同事 来自于你的领导比如说你的总监啊 然后部门主管啊 那甚至有可能是产品经理的一些意见 那在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好好的去打磨你的那个设计稿了 这个打磨的过程是非常重要的 那打磨完你的设计稿之后 你就需要把你的设计稿不断的去 切图也好 然后标注也好等等 这些方式配合开发去把你的这个东西实现 那这个时候你配合别人呢 其实往往比你自己去把一个设计稿做的更加完美更为重要 因为最终他能把你的产品实现成什么样 这个东西是由别人来决定的 所以你在这个时候呢要尽量去配合别人 你配合别人才能保证自己的设计稿能够完美的最终在手机上展现出来 所以这个地方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步骤 那讲完我们的整个的一个项目流程 那我就要接下来就讲一下我们后面课程 要怎么样去带着大家去完成整个这一套Headchat的APP设计 那首先第一个部分就是视觉重构 那因为我们通常在项目工作当中拿到的 产品原型都是组织关系各方面都不明确的 就可能产品经理自己都没有想好 那我们需要有一个视觉重构的过程去安排好我们一个APP 让用户先看哪后看哪 然后以及他在使用过程中的一个就是页面切换时候注意力的一些转换等等 我们要去做一个重构 那重构完之后呢我们相对就会简单一点 我们就可以一次的进行主界面导航一级界面和二级界面的设计 这些界面的相对来说以我们的平常的积累来讲会很快就可以推进下去 那等这些推进完之后呢我们可能就需要开始去考虑一些创意性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架载条 有的时候看到架载条的时候如果一个有创意的好玩的好看的一个loading呢 那会给用户非常好的一个感觉 然后包括引导页如果引导页设计的好的话呢实际上也会给人很快的带入你这个APP的这种氛围当中 那这些创意的东西以及比较突出美术或者说艺术特点的一些东西之后呢 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整体的调整 整体的调整可能是比如说我们的图标的大小 然后图标的设计语言 以及我们的一个整体的黑白关系等等 我们需要进行一个整体的调整 那进行这一整套调整完之后我们会最后还会带着大家一起把整个项目进行总结 同时呢可能在这个课程中会给每一位学员留下一个作业 那在最后的时候最后的一个项目总结的时候也会对所有学员的一个作品进行一个评价及一个修改意见 那么整个课程的一个整体的流程大概就是这样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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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